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期修道士的生活 那我为了拍这个外景 我是来到了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 大家看到我后面 我待会把镜头呢 切换到后面去 来拍这个修道院 并且落藏一周 今天星期天这套 这个修道院没开 有时间的话 我会进去拍一段给大家看 但是进去我就不能讲解了 因为里面是不许喧哗的 那我现在把镜头切到后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修道院的全景 我闹着它走一圈讲一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教堂 它跟那个祖教堂相比来讲 没有祖教堂那么票 因为它这个不是哥特斯 它不是哥特斯建 它属于叫罗马斯 罗马斯就是 中世纪早期的这种区域性教堂的这种建议 刚才罗马斯也有 我们看它的主体是宏端结果 上面是高高的风向标 和这个教堂的宗堂 这里面有一个16世纪的风情 每年要演奏一次 上次演奏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时间来看我工作 我们看它的时间是1674年 上面写了 到1953年 1953年应该是二战之后又重修的了 它的名称呢 叫雅各布 雅各布 圣土雅各 我们去它正门看一看 然后我捞一圈 这就是它的正门 开放 它说它要活动的话去看Youtube贝 它写的开放时间是 10点到7点到下午5点 但是我们今天 是周一到周五 欢迎到亚各布教堂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雕像 铜雕 所以它这个建筑呢 就没有主教堂那么好看 那我现在绕到它后面去 中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修师的生活是很酷的 我们知道最早的修道院制度是源于 英伦三岛最早是六四级末期 教皇格里高丽一世派大主教 二五四丁到英国南传教 而二五四丁在公元600年修建了著名的 坎特伯雷大教堂 并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然后以后呢 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 全英的最高中央领袖 当然不包括爱尔兰 那么爱尔兰在中世纪早期呢 就成为修道 是修道院隐居的地方 是一些想要去达到这种修行的 彼岸的修道师去修行的地方 所以爱尔兰呢 在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期间 他们保留了大量的修道院的文集 并且继承了这个希腊罗马的遗产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生活还算辛苦的 他们采取了严格的这种 几乎要对自己变态的那种折磨 一天可能只吃两顿 早上一片面包 晚上一点简单的素菜 然后呢 他隔一天吃一次 第二天全天进食 而且修师们普遍采用严格的禁欲主义 他们是不人结婚的 那么修师有男的 我们称为修道师 那当然有女的 那就是修女 那么修女跟修道师呢 大部分时间呢 还是比较过这种 向往过这种神圣的这种 敬虔的生活 当然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晚期 也出现过这种 非常令人嘲笑的这种 修女跟修师之间的很多故事 那这个呢是当时是一个井 就是流水 就是当时他们修道院早上过来要打水 就在这个地方 到了中世纪的中期呢 这些修道院修道师 忘记讲了 早期也有非洲的一些古型的修道师 跟爱尔兰不一样的是 他们采取的像那个印度的流行 那个叫叫什么 叫苦行僧的这种修行方式 他们行走四方 什么也没有 可能像那个托波森一样 你有一个拐杖 然后拿了一个盆去化缘 真的是非常的清苦 他们希望在京市过非常 虔诚的这种苦难生活 以便他们的精神灵魂得以升华 而到了这个中世纪的晚期呢 我在前面讲过一个是法国的修道师 法国的阿基米公爵 在在尼克尼修建的著名的尼克尼修道院 那个是发生在十世纪的事情 然后呢 十二世纪又发生一起大型的修道师的生活 修道师的一次 也叫革命性的改变也是 那那次呢 他主要是把整个修道院的生活 和这个西纳罗马最重要的一个宝藏 就是古典哲学 用基督教的方式去研究 那就后面就产生了托马斯阿奎大的神界革命 就是他教堂的正宝 这个大的修道区 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 也是法国的名古的一个修道师 他叫博尔纳 在天主教的封圣 把他叫为圣博尔纳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雕塑 那么圣博尔纳在十一世纪 错了 在十二世纪 叫他的宗祥 这个是安顿 黑斯基 他是一个现代人 九零年去世 这个名古的博尔纳呢 就向往那种古老的这种修饰生活 他后来成为主教 后来就修建了一个大型修道院 后来这个名古现在在德国进来 不在法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教改革之后啊 这个修道师其实是可以结婚的 就天主教那种金玉生活 那种金玉不等于没有欲望 知识自欺人 就跟那个火教一样 和尚难道没有欲望 也有欲望 越进越有欲望 是吧 我们知道都是净书好看 净骗好看 所以像教改的两位领袖 马丁路德和这个 家文 约翰家文 他们都结婚了 而且他们的夫人都是修 就是他们本身是修士 就是他们本身神之人 他们的夫人都是修 也是这个情况叫 欲望 恰巧呢 约翰家文的夫人是因为荷兰里 她是荷兰里 原来家文本人并没有来过荷兰 但是他的基督教的 改革宗的教理 对荷兰宗教的影响很大 所以呢 荷兰在教改之后呢 他一度成为改革宗 也是家文宗的这个 比较正宗的这个派系 好了 由于我要去上班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 我们下回见 再见 大家好 我今天换一个角度来拍祖教堂 上次呢 我是从后面 从祖教堂去拍 今天呢 我是换了一条街 我是从北面过来的 上次从南面接近 这个比萨尔斯拍的那个修道院要更加的漂亮 因为它是歌特事件 因为它是歌特事件的 它外面的那个飞檐 飞壁 所以大家看不出是个意思了 其爱 收到呢 所以 我会给我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